有些事其实就是做不到嘛 有些事就是不喜欢嘛 还有一些事就是不愿意嘛 可是你承诺了 对吧 一件两件你会发现你女朋友的性格 其实就是挺较真的嘛 既然她是这么一个性格 那你怎么还敢一二再再二三的这么做呢 因为我还 就我正常的逻辑是 她是这样的 那算了 我做不到 我一定不说做到 哪怕我能做到 不行这事我做不到 做到结果我再给你 因为我害怕 我说我这件事情我做不到 她会对我越来越失望 我是真的很喜欢她 好吧 老师问你们是怎么看的 她们又该如何调整呢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我从这个角度看到 女生在侧脸的时候 都不是 好 我做不到 对 我做不到 对 你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老师 女生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我认为应该是这样的 生活习惯很好 注重自己的健康 学习成绩很好 还会谈吉他 并且能够充分地了解 你都是在把它 想象成为 你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而且这个白马王子 是无所不能 你要什么 就能马上给你变成什么 就比如那猫子那个事情 你甚至于把它 逼到一个什么程度 他都不知道自己 能不能做这件事情 谎话说得多了 他认为他自己 也是可以做到的 他真的是满足于 你听到他说 我能那会儿 那种满足感 那种憧憬感 他享受那种感觉 但那是短暂的 同样 如果你心目中的人 和眼前这个现实当中 人是不一样的话 他装不成 你也逼不得的 他就不是 你想象中的那个 改造不了的 所以你逼得越狠 他就会更多地 应对的就是谎言 就是技巧 甚至于到后面 他已经懒得去付出了 能做到的 他也不做了 就比如你的生日 对不对 所以说 当你试图把这个人 改造成你心目中的 那个要完全 百分之百对应的时候 他不是就会很拧 所以最终你也不知道 是被他骗了 还是你被自己骗了 你真的不知道 他不是这样的人吗 你当然知道 你就不敢承认 结果你只能一次一次地 被自己编织的谎言伤害 男生呢 你是比较了解这个女孩 你知道她享受什么 你知道她离不开你的是什么 但是你没有真正地 去用心去做 你明明学的是UI设计 为什么不敢去切个单呢 你的时间精力 花在哪儿了呢 都花在什么 去哄骗她吗 你有这个时间精力 你干嘛不把自己学业做好 你能不能自己说这话 自己接得住啊 像一个男人一样吗 说到做到 讲责任嘛 是不是 如果真的喜欢她 那就从行动开始 好不好 不要再编织谎言了 什么是问题 你是逃避不了的 就迎难而上 哪怕从一点一滴 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去做 我觉得你们可能还是有机会 好不好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